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月24日起 乌克兰局势急剧恶化 一些城市已经发生爆炸事件 军事行动已在展开 乌安全风险陡然上升 在乌克兰生活的华人达沙梅艾斯称 他在乌克兰生活了20多年 没想到遇到如此情况 就视频拍摄同时 一枚导弹从他头顶飞过 他表示 一家人已躲进地下室 银行系统已经崩溃 存进去的钱目前无法取出 现在最值钱的是中国护照 希望撤侨时能带上一家人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没有听到中国公民在乌伤亡消息 2月24日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决定 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后 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地华人 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很多人都选择待在家里 收拾好现金和护照 远离窗户 还有人听从大使馆的建议 准备好了中国国旗 在哈尔科夫的一名留学生 躲进了防空洞里 洞里的中国人紧盯着手机 随时接收最新的情况 而旁边的乌克兰人陷入了一种悲伤失落中 气氛很压抑 有人因为害怕 蜷缩在角落里 军队大规模投降 公务员和寡头出逃 实际上 目前的乌克兰政府 已经是一个空壳子 按照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俄军进入基辅等地区后 中国在当地的大使馆 可能会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当地时间25日在官网上宣布 为因应乌克兰局势恶化 中国准备以包机的方式分批撤侨 中国的撤侨行动 也开放持香港澳门特区护照 以及台胞证的人士登记 根据央视新闻 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约6000人 包括中资企业 留学生和华侨等 而中国驻乌克兰使馆 25日凌晨在官网公布 关于请你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 进行登记的紧急通知 开放包括持有台胞证的人员 登记搭乘包机撤离 登记截止时间为 乌克兰当地时间2月27日 周日晚12点 除中国护照持有者 包括香港特区护照 澳门特区护照 台胞证 或无护照人员 持有中国国内身份证都可参加登记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 提醒中国公民中资企业要保护自己 一 乌克兰太混乱 走在大街上都可能被攻击 大家伙要待在家里 远离窗户玻璃 以免发生意外伤害 如出现危险情况 一定要保持冷静 目前轰炸还在继续 请大家了解 离家最近的避难场所 要时刻把安危放在第一位 二 与外界保持联系 关注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发布的信息 三 如开车长途旅行 注意沿途是否可以加油 防止加油站关闭 导致无法继续前行 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 四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 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地区 根据乌国家警察局发布的通告 警方要求当地市民举报街头可疑人员 包括身上有红色元素的标记 并要求所有平民不要穿着制服或战术服装 比如迷彩服外出 五 困难时刻 中国人相互温暖 相互帮助最重要 六 请大家思想上不要恐慌 使馆将与大家同在 并全力解决大家遇到的问题 接到大使馆的通知后 不少在屋的华人都在行动 许多华人选择待在家里 将来说 在看到大使馆的通知后 第一时间在家里找有没有中国国旗 翻遍了房间后 他决定自己画一面 找不到红笔 只能找到一支黄色的荧光笔 我从化妆包里找到了口红 一笔一笔画在白纸上 才完成了一个角落 口红就已经用完了 口红断了 剩下的不够了 红笔可能还要一会儿 我感觉我要是画不完 我就死定了 真没有了 我拿写画 为了活着 等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朋友送来红笔后 将来才把这面国旗画完 拿着国旗 没有人会打我了 25日 一名在乌克兰的华人网友 在社交平台更新一段视频 画面中 他与家人朋友在地下室避难时 自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该华人网友表示 有了国旗 就有了主心骨 留学生小猪按照大使馆要求 在车身贴上了中国国旗 没想到 去楼上搬个行李的功夫 中国国旗竟然被偷了 据乌克兰的华人孙先生称 目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已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脱销 只要贴有中国国旗的车辆 就会放行 我们不知道是谁偷了 留学生小猪的中国国旗 但可以证明的是 中国国旗 对处在乌克兰危机局势下的中国人 是真实有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 中国政府的包机撤侨 却引来一些国内网友的不满 这个时候 才想起来撤侨 早干嘛去了 其他国家早就撤侨了 中国现在才撤侨 是不管中国人民死活吗 这些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网友 在输出情绪的时候 完全罔顾事实真相和现实问题 美国 韩国 英国等国家 撤离的只是政府官员和家属 对于普通百姓 只是建议他们自行离境 在战争未爆发前 这些国家就急于通过撤侨来炒作局势 制造民众恐慌 目的不言而喻 中国政府既然没有提前撤侨 自然有相应措施 保证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 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小宇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大使馆早在战争开始前三天 已经给他们进行了预警 随着战争的局势遇见紧张 中国是唯一一个政府包机 撤离中国普通民众的国家 回顾历史 中国是撤侨 从来不像某些国家那样沉默和瞻前顾后 2011年 利比亚发生动乱 中国企业和工地被暴徒疯狂袭击 4万中国人身处险境 中国是最先启动营救方案的国家 调用了182架次民航包机 5艘货轮 4架军机 由于规模太大 中国从希腊租借了多艘邮轮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也租借了当地上百辆大巴 前往埃及和利比亚的边境 接中国公民 中国舰队靠近海港时 向中国侨民喊话 中国同胞们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中央军委下令 让我们保护你们回家 短短8天 35860名中国公民 全部安全归家 与之相对的是 也门战乱史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 他们表示 美军没有撤侨计划 理由是 鉴于也门当前局势非常危险 不可预估 派军队撤侨 会让美国公民 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美国的不撤侨计划 让美国公民在野门战火中身亡 作为中国人 我们习以为常地以为 老百姓有难 国家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救的认知 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 战狼2结尾的护照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 不要放弃 请记住 在你身后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句被很多人曲解嘲讽的热血台词 对于中国来说 并不是一句空话 国旗国歌 就是中国人民 在战火纷飞中的通行政 护身符 中国之所以在每一次的险境中 能够做到包机带领中国人民 安全回归祖国 源于中国外交实力的不断提升 和在全世界实行的人道主义援助 密切相关 野门撤侨时 野门政府陷入停滞 中国大使馆向野门政府高层寻求帮助 对方立即命令 野门的军方警察等部门全力配合 尽最大努力满足中国的需求 因为野门人民认为 中国帮助过他们 是他们的好朋友 为何只有中国能够租借 外国邮轮和大巴撤侨 能够在战火中拿到入境许可 因为中国政府在每次撤侨时 不仅让本国人民安全回家 还帮助了巴基斯坦 埃塞俄比亚 日本等其他国家公民 离开战乱的艰难处境 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长期 在全世界进行的无私援助 在关键时刻获得的回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